为了让新住民朋友有一个更好的交流空间 新竹市政府将原有屋林36年的空间重新塑造 打造一个温馨友善的活动空间 市长林志坚跟新住民朋友一起制作 东南亚国家象征Yipçu的美食香兰丸子 共同庆祝中心重新启用 新住民中心除了有个案服务 提供他们连接资源之外 在这边我们未来也会运用这个空间 多办了一些课程 然后来让各国的文化来交流 例如说烹调啊 也希望新住民姐妹们带小孩子来洽工的时候 能够安心有舒适的环境 然后姐妹们也可以来这边中心聊聊天 有共同的话题 让带适应台湾的生活 新竹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不仅是新住民朋友交流跟聚会的场所 更提供法律咨询心理资商 关怀访试等服务 也透过亲子活动 讲座 志工训练跟社区宣导等等 以前来过这个地方是感觉比较旧 然后没有像现在那么干净整齐 然后很舒服了 给我们那个空间很大很舒服 一般的家庭就是会有 大部分都是说处理就是婚姻 或是家里就是教育孩子的问题 都可以来就是新住民中心这边就是警教 对那一般他们都是会开导啊 或者是会有试询让我们要怎么做这样子 很高兴这个地方提供那个新住民 有很好的交流的机会 像我太太呢她是泰国来的 她很希望说能够跟印尼的朋友啊 还有那个越南的朋友啊 他们可能都有各地方的特色的料理 他们可以互相交流 然后把各国特色的那个特色的料理 也可以互相发挥出来 来提供这个我们新住民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新住民中心提供生活适应辅导班 办理新住民职讯专班 新住民中心预计每年可以协助100户新住民家庭 跟2000多人次的咨询服务 藉由软硬体的提升 新住民中心也获得全台唯一连续三次中央评见 优等的肯定 开国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